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荒野大标客2是目前最知名的开放世界游戏之一 不同于同类游戏系列 GTA中喷红酒绿的现代都市 荒野大标客为玩家提供一个荒野奔放的西部世界 你会在游戏里面扮演一名热鱼助人的暖心牛仔 也可以到到轮上欺负盲人乞丐 诶?你他们不是瞎吗? 不论在游戏中如何玩耍 你一定不会错过的游戏环节就是骑上爱马四处游山玩水 在荒野大标客2的实体牌中 就刚好正是我们一张游戏地图供我们做旅游指南 我们还能发现在1899年的美国西部 就已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趋势下实现了城市化建设 可虽然地图看上去内容非常丰富 但其实整个地图最大的乾坤在反面 玩过大标客一代的玩家看到之后觉得非常眼熟 这地形怎么总感觉在哪见过 这种二代游戏初不了解游戏巨型设定之后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二代既然是一代游戏的前传 刚好在大标客1的实体游戏中也有一张游戏地图 一座对比发现 怪说不得 这地图看上去这么眼熟 两座的故事其实都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了 仔细对比两座的地图大小后 我们还能发现二代的地图竟然有 一代地图大小的好几倍大 握靠这几亿美元的制作经费 然没白话 既然能在二代游戏中前往一代地图 外国一代的玩家怎么能不去这里好好探索怀旧一波呢 可想法是好的 显示是残酷的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操作二代的游戏主角 亚瑟到一代的游戏地图 因为想要前往这里 我们首先得穿过一个叫做 Black Otter 黑水镇的地方 而要根据游戏开始的剧情介绍 我们得知主角异性人刚好在黑水镇闯了祸 从这个地方逃命出来 现在要穿过这里 岂不是着死吗 但如果你说 Otote非要过去 那你就会发现你刚过活还没半分钟 就会突然出现一批战斗力爆表的警察 没得你拔枪就把你射成马蜂窝 也很难应传过去 想要平安无事的到达一代地图 你只有通过正常游戏流程 完成游戏的前六个章节才行 我去整整他妈六章啊 这主角都换人了 游戏你妈都快通关了 我们本来想想 这样的游戏设定 骑士和GTA 《罪恶都市》中的跨海大桥阻挡玩家去路 玩的是同一个套路 都是为了不让玩家提前进入某片区域 而故意设置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哎 难道大标和一代老玩家想要在游戏前期就怀旧一波 有这么难吗 难难不 游戏玩家可是不会被游戏开发者给安排的这么明明白白的 多少人为了摆脱难成的警察 可以说是整出了不少骚操作 有玩家特地为此发明了捧车法 顾名思义 捧车法我们首先就是需要捧车 在城市深南里抢劫一辆随处可见的黄包车 要在驱车准备进入通缉玩家的黑水阵 而驾驶黄包车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扮演无辜车夫混淆警察 而是用黄包车的车棚垫后 挡住警察发射的子弹 这样你就可以安全地摔开这旁警察了 不得不说 这1899年的黄包车车棚质量是真的好啊 顺利进入一代地图后 最后我们终于 终于被警察成功射杀了 这他妈什么情况不是都已经摆脱警察的追捕了吗 怎么还是他妈被一枪打死了 而这来历不明的枪击 其实就来自荒野大标课2中著名的黑枪 阿星啊 早就料到有玩家会在游戏前期 强行穿越黑水阵警察 前往一代地图 所以专门又在黑水阵 与新奥斯汀边界 安放了一个玩家看不见了 枪手不停的狙击玩家 所以用红车法来到一代地图 我们根本不能下马车 只能一直用车棚保护自己 而且不小心被警察射到黄包车上的没有灯 还会引燃整个马车 华操这里妈究竟是没有灯还是燃烧弹啊 看来想要前往一代地图 我们不仅要摆脱警察 还要解决黑枪 但是黑枪是游戏世界设定的机制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机制的问题呢 办法当然是有的 在游戏故事的第四章中有一个主线任务 帮派成员约翰的儿子杰克 被圣丹尼市长打手绑架 继续要回去解救 而想要救回杰克 我们需要同杰克的父亲约翰 帮助市长在夜晚解决墓地里的盗墓贼 而在解决完盗墓贼后 却因为强身吸引了夜里巡逻的警察 到了这里 按照正常的游戏流程 我们应该躲开巡逻警察 然后回到市长那里交差 扶回小杰克 可在这时我们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故意被警察发现 然后立马带来约翰逃离圣丹 此时游戏不仅不会判断我们的任务失败 我们还可以在整个游戏的地图里自由探索 然后同约翰一起进入黑水阵后 奇迹发生了 通缉我们的警察已经不再出现 就连边界处的黑枪都不会再狙击我们 我们终于在二代游戏的前期流程 就提前让主角亚瑟 进入了一代的地图探索 既然是探索一代地图 这样就少不了前桌的彩蛋环节 在地图 Lew Austin的US 两个字下面有两个小分块标注的小型建筑 在附近我们能发现一个深海 官方名为毛驴女士 仔细看我的神 这竟然是一个驴头人身的奇怪物种 而这其实黄野大标课一代中的一个经典的Bug彩蛋 在2010年一名玩家在YouTube上上传一段游戏视频 视频中玩家偶遇一名鱼头人身的奇怪鱼子大为震惊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骑上去之后发现这货今天跑得比马还快 简直又是游戏中的最强作奇 视频发错误发了广大玩家讨论 甚至让阿星官方都大跌眼镜 于是阿星就把这八个做成了游戏二代的官方彩蛋作为纪念 在二代游戏中 毛驴女士的命运非常凄惨 死海竟然挂在一台作坊上 估计是被无良农夫拿来劳作 所有农场房屋被烧毁殆尽 都没了让重获自由 在一旁我们还发现一座房屋主人的坟墓 而视频到了这里 终于生死结束5点 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大功夫 介绍如何在游戏前期来到新奥斯丁 可不单单是为了看看一代的女子小姐 而是由这个神秘的房屋主人 带我们回顾在荒野大标课 这片土地上更久远的故事 前几期视频中 敖场人介绍了一款由卡碧 在1980年制作的飞行射击游戏 1943 在当时卷轴射击游戏颇为流行 而1943的游戏制作人 刚本集齐则以俊走射击游戏的基础上 在题材上上创新 推出了一款以西部为背景的射击游戏 DUN SMOKE 让当时的玩家眼前一亮 在国内这款游戏之间也是非常流行 不少肯定在国产的六合一卡带中 玩过这款游戏 熟悉的BGM 熟悉的玩法 大部分玩家都叫这款FC游戏为 荒野大标课 这游戏名尼马完全和 DUN SMOKE一远都不搭边嘛 而这完全要归功于 那个年代同名为荒野大标课的西部题材电影 让当时的游戏翻译 趁了一波电影的热度 不然总不能叫一杆大烟枪吧 时间来到2000年的PS2时代 只是卡普空游戏制作人 刚本机器为了重启西部题材设计游戏 秘密设立了一个叫SWAT的游戏项目 其实就是特别的西方动作游戏的英文缩写 既然是西部题材游戏 也许形成了一个西方的游戏开发工作室来合作 开发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于是帮助过卡普空移植N64版生化危机2的 N2 Studio 成了卡普空的首选合作伙伴 刚本机器带领卡普空重开发人员 来到美国开发西部题材游戏 协助成员还包括游戏街头霸王的角色春丽的设计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合作开发的想法 差点就让整个项目抬死腹中 东西风的文化差异问题 可是不容小失的 现在网上还流传了几张SWAT项目的设计文档 其主要介绍了游戏的大致文法和美术设定 但这里嘛日本武士是怎么回事 西部流仔大战东宁武士 可以看出这真的很符合日本游戏开发者的脑洞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卡普空希望游戏更加闹洞打开 而西方的游戏开发者 则更希望游戏忠实于现实 他们还对卡普空给游戏的命名Red Dead提出质疑 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又红又死了 毫无半点逻辑可言 由于东西双方对西部题材游戏的理解差异实在是太大 双方根本就没好好愉快地合作开发游戏 而根据村里的角色设计者的回忆 这段工作经历给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最后游戏项目被直接叫停 游戏面临被取消的命运 庆幸的是 后来阿星的母公司Tech2收购了Angelo Studio 也就是现在的Rockstar 圣地亚哥 游戏红色死亡左轮 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阿星的游戏Day存活 204年游戏最终发售 《黄野大标客》系列迎来了最终的开端与归束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游戏 看看这款命运多舛的《黄野大标客》吧 初代《黄野大标客》游戏开始 少年时期的主角Rade Hale 在嘉宾的小席旁练习打枪 不料此时突然一般歹徒袭击病中火 主角立马杀毁 但发现父母早已被歹徒杀害 面对歹徒和遇害的父母主角十分悲痛 直接从火堆中拿起父亲的左轮枪 射断了歹徒的左手 虽然复伤但也成功逃脱 此画面中主角因烧伤受伤的手 则是阿星接管的游戏后 特地为了解释游戏民中的Rade 而加上的特写 后来主角长大后 来到一座城镇成为一名赏金猎人 皆是伙伴 并一路打听歹徒消息 中途还击败自爆肥老 无毒小丑 和抬着棺材上战场的人 这他妈比黑人抬官还要早上好几百年啊 最终主角终于找到了独臂歹徒 成功击杀歹徒和真正的幕后黑手 完成复仇 截取身长龙与鸣 看到这想必大家已经明白了 我们在《大标客救赎2》中发现的神秘房屋主人 其实就是2004年的初代大标客中主角Red Hello 这意味着 牛奥斯蒂其实不仅是大标客救赎一代故事的主舞台 同样还是2004年PS2初代故事发生的主舞台 在房屋遗迹记旁边的这座小坟墓 可能就是Red Hello亲自为父母所搭建的 而除了Red Hello家之外 我们还能找到另外的相关地点 证明牛奥斯蒂就是荒野大标客初代故事的发生点 在PS2《大标客》的第一关中 游戏主角Red Hello 曾在此地与疫情小混混发生过激烈冲突 而在此地有两个石头防止造型奇特十分鲜眼 而不巧的是《大标客救赎2代》中 我们能在牛奥斯蒂的地图上方 发现一个叫做Twin Rocks双子石的地方 被单独标注了出来 并还有相关配图 来到此地一看 这里处理着两个造型四四方方的石头防止 这不就是PS2《大标客》第一关关卡的高精重置版吗 而且依然有一帮小混混把收此地 甚至他们还会干人呢 《大标客救赎1代》的故事发生在2代之后的1910年代 而PS2《大标客》的故事发生在1860年 那么时隔50年我们再去参观这些地点 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进入一代游戏 我们来到Red Hello的老家的地点 我们看到虽然房屋确实还在 但这里已经是只剩几个墙面 还屹立不倒的凄凉景象 而Red的父母们坟墓也已经不见终于 没有留下遗失痕迹 然后我们再到Trim Rocks这里 瞧瞧两座石头房子是否还在 来到此地看我靠 这把小混混竟然还在这里 从初代开始在这里 经受了整整半个世纪 我也称之为西部最强丁子缝 虽然PS2《大标客》与后来的《大标客》就属两座 在故事上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作为游戏系列的开山之处 阿星还是秘密地把其背后的故事 浓缩成了几个标志的建筑 放入到其他的续作当中 而正是这样的细节 让我们领约到了这款系列作品 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但到《幻眼大标客》 作为一款开放世界的游戏内容 还远远不止如此 许多玩家认为 三部《幻眼大标客》故事的发生时间 其次相差只有50年左右 那会不会有更多相关的故事内容呢? 又或者《幻眼大标客》 《《幻眼大标客》三部作品 会作为《旧数二代》的前传 补全这其中的空白 让整个游戏系列真正的偶段试炼 但这就要列入玩家的《幼神之链》系列名单勒 本期视频结尾在视频网B站拥有独阵成就 欢迎大家前去二刷回收彩蛋哦